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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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缓ce 挡空 恩怨修怀 手里你 流程不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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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是什么 你要摔千军万马去接杨岚姐 总要争得体面一点嘛 还是这个世界上 除了杨岚姐 你找不出第二个 比杨岚姐更爱你的了 所以无论什么原因 你都不应该放手 不应该眼睁睁 看到她嫁给别的男人 盛母大人 盛母大人 求求你饶了我 盛母大人 求你饶了我 盛母大人 来 御前神将聚立神 奉至真上皇天帝之命 前来捉拿犯仙杨岚 闲杂人等 速速回避 怎么办 有人要拿我 作为新郎的你 不应该挡在我前面吗 盛母大人 我不要死 我不要死啊 求你饶了我吧 饶了我 盛母大人 这个才行我不要了 饶不当了 那 你让我回去吧 饭心杨岚 我如果是你的话 就束手就擒 这样 到了景秀宝殿 我还可以帮你 向陛下求个情 求情 就不必了 要抓我 就来吧 众将听令 拿下杨岚 传云刺月刀 舍妹不懂事 闯下大祸实属不该 还请各位回禀陛下 此事扬言 必定给天庭一个满意的答复 好 要答复可以 到了九香宝殿 让杨岚亲自去跟天帝答复吧 报 将军 西方三百里 发现关江口大军 怎么样 聚力臣 今日就给我扬言 一个面子如何呀 你当初不是满世界地在找他吗 如今你知道他在阑神 你还在犹豫什么 快去把他接回来吧 跟在我身边 真的对他好吗 如果有一天 我和天天不得不决一死战 那他怎么办 这一百多年来 他跟着我吃了多少苦 流了多少泪 我不能再让他受伤害 无极圣寸已经盯上了他 他甚至还有可能因为我 而丢了性命 他已经决定成亲了 他找的那个人会好好对他的 他们会幸福的 或许他留在阑山 对他更好 至少不用为了我而生气 不用经历漫长地等待 至少他能好好地活着 我绝对不能够因为我自己 把他再拉进这个玄默 好了 磐石 杨岚姐喜欢的人是你 他跟着别人怎么会幸福呢 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赶紧去把他接回来 为的不止是你 还有杨岚姐 我问你一个问题好了 如果杨岚姐 她真的想跟那个书生在一起 她为什么还要给你喜帖 她是在等你去接她呀 你个傻磐石 你不要让杨岚姐等太久了 你真正爱一个人的话 是不会在乎跟她会不会吃苦的 因为那留在她身边 已经很幸福了 哪怕是牺牲自己的幸运 她也是幸福的 也是心甘情愿的 我不能再看着她被伤害 看着她牺牲 牺牲什么 这不是你的自私吗 撇得干干净净 就是爱她了吗 你的爱只有这种程度吗 只有能跟心爱的人在一起 哪怕是一天 一天都可以回忆到永远的 盘世 你还记不记得 那个时候我刚来到齐来时 杨岚姐病了 你在她床前日夜守护寸步不离 后来天和军重创齐来山 你和杨岚姐劫后余生 我看到 你看她的眼里是有光的 在后来我们去天庭复制 我能感觉得出 你有多舍不得杨岚姐 闯出九天门的那一刻 平时不注意仪表的你 看到杨岚姐 你还特意整理了一下衣冠 杨岚姐 心情不好 你便出流星去哄她开心 陪她一起看烟花 还 还不用自主的 还不用自主的 盘世 我知道你是不想为难杨岚姐 我也知道你有多痛苦 可是盘世你给杨岚姐 化骨疗伤的时候呢 你身上无时无刻耐的那个香囊呢 你跟杨岚姐这些点点滴滴的回忆呢 你能说你能忘了杨岚姐吗 去吧 盘世 不要再折磨你自己 也不要为难你自己了 去抢会杨岚姐 抢会原本属于你自己的幸福 将军 齐兰山妖兵已到达五里开外 去吃后来吧 大概有百万 两军对质 南边是关江口军 北边是九天文军 我们兵分两户 一口气把他们全吞了 一口气有点困难吧 主要是里面有个洋言 我建议鬼头虫 黑魔王 藤魔王 蜜猴王 你们四位先牵制住杨岳 等我们搞定了其他人 再一起来对付他 可是这诺家也不是好惹的呀 我们还是好好想想 不要阴沟里翻了船 现在这些都不是重点 现在重要的 先派人把圣伍大人给救出来 对对 把圣伍大人救出来 是不是 是 大王 这是我杨家的事 不需要敌管 那个 大舅哥 其实我今天是来抢亲的 这该死的吕溜拐 早跟他说过把这没用的家伙给处理掉 怎么办的事 差点让他抢了我的女人 怎样 跟我回去 回去做什么 回去当然成亲了 你的券呢 我心里想的只有你 没想过去他 即使因为这样 要我赔他一条命 我都可以还他一条命 这样 你可愿意陪我回去成亲了 我凭什么嫁给你 你以为以前的事情就这样算了吗 我说过 我再见到你 一定会杀了你 今天 就让我们好好算算账 你真要瞎上手啊 当心当妄门寡 臭石头 我真知道错了 你要怎样才敢嫁给我 你愿意陪下跪求婚吗 担心下跪求婚吗 神凯 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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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齐来山的主母 嫁给我吧 这可是众王所归啊 举例 举例 莫忘了之前 我们跟北辰商量的事情 那扬言还没出手 少安勿躁 关江口军 齐来山妖军 都已经到了兰山 九天门这一仗不好打哟 这石妖一日不死 三界就无一日安宁 想要抢气 没那么容易 你 为什么不妥 这是我欠你的 对不起杨兰 对不起 现在才来接你 对不起 害你吃那么多的苦 让你等了我那么多年 对不起 所有的一切 都是我的错 我这辈子欠你的 我这辈子欠你的 你要真想杀我 那我就下辈子还你 记得让大舅哥 多拿些天堂 延长了手缘 记得等我 你以为天堂那么容易拿吗 这辈子的债 停什么下辈子还 你说过你养我的 我的天堂 都是你负责 如果你失言的话 我就杀了你 好 好 那我就用下辈子来还 还请齐来山的圣女 做我石头的新鸟 从今往后 你就是我的全部 花言巧语 凭什么信你 好 我别让你 能死在圣母的手里 我很荣幸 早点死好 就能早点投胎 早点来找你 我 泪尽如池水 杨兰你不能杀他 你可知道 他为了你做了什么 杀了他 恐怕你也活不了了 只料你伤的那副灵药 是石石地的骨血 若不是他月月 将自己的骨血给你 你的病 也无法痊愈 你可知道 他为了救你 承受了多少痛苦 他是在用自己的命 换你的命 我以为 你心中就只要对 去儿的承诺 我以为我在你心中 根本就不重要 我以为 不愿 你不也一样 不也瞒着我吗 不然 你已瞒我一次 我已瞒你一次 也算扯平了 这石妖到底哪里好 怎么你就看上他了 我说大舅哥 有像你这样跟妹妹 谈论妹夫的吗 宁拆十座庙 不拆一门棋 你懂不懂啊 他不是大哥是三哥 好 也行 那就三九哥吧 他终于出手了 不许动他 你居然跟他二人联手 一起打我 眼中还有我这个哥哥吗 你这个做哥哥的 不祝福妹妹也就算了 他要打我夫君 这又是什么道理 你知不知道 他究竟是什么人 嫁烦人还好 但不要压山下 我亲手压 最多相当于软机 假以时日天地变化 还有机会放了你 若是 嫁着石妖兴时就变了 那就变呗 又怎么样 你给我让开 大王回来了 狼儿 等我 我去解决一下 别对我个客气 放心 我很快就回来了 他真美 从今以后啊 他就是我们 齐来山真正的主母了 他早就是我们 齐来山 重要心中的主母了 只是大王不开窍 一直拖着 在恶龙潭的时候 我就看出来了 就是 假看不透悔 我是为你好 谢谢哥哥的提识 但是 我更需要哥哥的祝福 都把我们当透明的了 小军越来越紧了 再不走就真走不掉了 还是悄悄下令退兵吧 记住 悄悄下令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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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这次也太冲动了 九点门大军 还没有准备妥当 药军和滚江口大军 已经联合了 我们这次算是捡了一条命 那现在该怎么办 将此处清醒 兵报陛下 下令撤军吧 他终究还是来了 他终究还是来了 他怎么可能不来呢 你是没看见 他在弯腰店那个脸色 你要真嫁给那个书生啊 使不定明天 他把整个天都给掀了 也许今天就掀了 他们还没回来 也不知道在干吗 半个时辰没动过了 我们俩得好好谈谈 如果你只是想玩玩的话 趁现在收手还来得及 三九哥 我就这么不值得你信任吗 我的话 可是一言九鼎的 这不是信任不信任的问题 我就这一个妹妹 她若出事我会跟你拼命的 你懂吗 懂 我这妹妹脾气不太好 有时候 任性起来简直无法无天 什么都敢干 就好比这一次 能做出这种事 都是被我惯的 你以后 得多迁就迁就他了 知道了 你也知道了 虽说脾气坏 做事有点过激 但是他本心不坏 有什么矛盾 好好解释一下 总能解决他 我懂的 女人得靠谎 男人虽要顶天立地 但必要的时候 也要服点软 知道 有时候女人啰嗦 那是因为 他是真的在关心你 在担忧你 要是真的不在乎你 谁会愿意 在你这个石头身上 花心思 三舅哥这意思 是统一了 你们可以生活在一起 但是不能成亲 否则后患无穷 后患 我不怕 我相信你能击败天庭 但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天庭之上还有圣尊 那才是真正要命的所在 神仙 不准婚恋这规矩 是圣尊他们定的 不是天地 所以他们 可能会有所行动 一旦圣尊插手 就不止是永不超胜了 很可能 会魂飞魄散 所以你应该明白 问题的严重性 无极圣尊 确实是不容易对付 所以我一直 不敢对他流露真情 就是怕他卷得太深 我甚至想到 他要是跟着你 被你压在蓝山底下 要比跟着我更安全 可后来我却发现 是 我不能没有他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离开 有些事情啊 确实不是权衡利弊 就能决定的 我向你保证 我要是出事了 我一定第一时间 想办法把他带到关江口 确保他安全 绝不让他受伤害 我信你 天庭这边 我终究还是不能明着烦 毕竟还要为日后 留下一条退路 你们的喜酒我就喝不了了 就在这里替你们清喝吧 这次的事啊 天庭那边也不好交代吧 要不我想办法 再帮你弄点什么 扬言虽说不是兼修物者道德 但也不是北辰那样的愣头青 这件事情啊 我自会有办法来处理它 你还是替我照顾好兰儿吧 给 谢谢三舅哥 你这三舅哥叫的我 不太习惯啊 妹夫这个称呼 我也不太习惯 大家都是第一次 慢慢习惯吧 来日方长吗 来日方长啊 来 跟你三舅哥我 干了这碳酒吧 敬三舅哥 你这一个人都没有 你这一个人都没有 你不太乱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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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因寡不敌众身负重伤无法再战 这扬言真的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或许这就是一千多年前 朕对灵机见死不救的惩罚吗 陛下 只要去生死部查的东西 已经找到了 好 空白的 难道说有人封印这一页 该不会那时妖知道 我们在等着看她查什么吧 所以在撕掉那一页的同时 便封印了这一页 若是如此 这时妖言太狡猾了吧 太白济星 你来看一看 是 陛下 这个隐云里面 我看到的是 范文 应当是封印了密法 这就不是小陈能够破解的了 密法 是 难道还有其他人参与 究竟是谁封印了这个 之前查过那个叫枫林的 生死部上也是空白 石妖不久前还带了一个叫雀儿人 回齐兰山 他们两个其中有一个 或许就是石妖要找的人 太白济星 你速将此夜生死部送去灵山 寻高氏以关 是 石妖已与扬言勾结在一起 捉拿石妖刻不如还 如今看来只有一个办法了 来 你要送我和父王回赤木国 为什么要这个时候送我们走 是不是跟那个发簪有关系 你是不是还放不下那个女人 我不走 反正我就要留在这里 你在哪里我就在哪里 我马上就要离开了 离开 你要去哪里啊 我要去面对最后的决战 那你就去嘛 等你结束了 你再回来接我 你外面那些兄弟们 不也需要人照顾吗 我可以拔杂草 扫落叶 反正我就要留在这里等你 你以前不是很想回赤木国吗 那是以前 以前 我不是还不认识你吗 跟你在一起生活 我觉得很开心 只要能够跟你在一起 我到哪里都无所谓的 你终于笑了 这样才对嘛 可是你说 要送我们走 难道我和父王突然之间来到这里 也跟你有关系 北辰元帅接旨 是 至真 上皇天帝赵约 自有天和军大元帅北辰 引温毒一案备点 发配首陵 而今 齐来山十妖公然抢亲 藐视天庭 天庭欲派兵捉拿 正值用人之计 朕念其最向北辰往日之功勋 且有悔改之意 特召北辰返天封浮摩大元帅 统领天军剿灭十妖 代罪立功 希望无负圣恩 看见同德大元帅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时有你我之间的恩怨 也该做个了断了 要出征了 我知道这很危险 我也知道 其实你不想当什么大元帅 不如不去了吧 元帅可以不做 但十妖不能不交 只要十妖继续作乱 这天庭永无安宁 六十万天和郡的仇要报 你 我更要守着 你 要守着我 你 这个发簪不是他的吗 你把这个给了我 是不是代表 心里也有我呢 从来没有别人 只有你 一千年来 就只有你 你就是这发簪的主人 你 你明白吗 我就知道 你一定有事情瞒着我 到现在你还不能告诉我吗 神仙是不能婚恋的 连动心都不行 否则就犯了天条 但你放心 这一次 我会跟陛下请旨 待我灭了石油 就除了我的陷阱 我们平凡的生活 你在这里等我 待我凯旋归来之后 我再也不会离开你 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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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封为扶摩大原帅 要出征去缴乏石妖了 我北辰 在此向你们启示 我一定会首任石妖 为你们报仇 宋原帅 忠原帅 凯旋归来 宋原帅 忠原帅 凯旋归来 我走了 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 你记着 我会在这里等你 我会一直在这里等你 所以答应我 一定要凯旋归来 我会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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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王 你回来了 大王 你哥助我们早上贵子 吃酒了 他不来喝喜酒了 他说不来了 刚刚跟他喝了不少 他终于认我这个媒妇了 对不起 我这么晚再去 不会有下一次了 还有下次你 疼啊 你要是有下次的话 我连洗帖都不发了 直接吓人 那你后悔一辈子 我让他们准备一下 回到齐兰山我们就成见 也别挑什么日子了 好吗 不过我想先去一趟瑶山 祭拜一下我爹我娘 还有我大哥 顺便带你去见见他们 这是应该的 我这个女婿也该见见二老了 也该见见二老了 是要成亲之日 正是拨乱反正之理最终的时候 本尊隐忍了这么久 终于可以出手了 还是终于把杨兰姐给抢回来了 小丫头 有件事 我们该去办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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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夫现在 就让你看看她的心 这就是她的心 她的灵魂来自于外 本有两颗心 这两颗心经过长期融合 如今已经合而为一 然而无论是哪颗心 她的心里 对金丝雀有亏欠 有愧疚 有感激 有承诺 却唯独没有爱情 老夫知道 你或许早已知道 石妖对你 对金丝雀并无爱情 可是你 依然无法离开 如今老夫 已经让你看到了她的心 你 还不明了吗 难道 你还不能完全放下吗 行者道 化神境太乙金仙 巅峰修为 你以为她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老先生 我求求你不要伤害潘石 不仅是石妖 整个齐来山 如果不按照老夫指的路走 那他们 只有另外一条路 那就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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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妖 因为破坏天道 罪孽深重 她的灵魂 只能被关在地府无间地牢之中 永生受难 跟她一切有关系的人 也难逃恶运 老夫本来不想伤他们 可是为了天道 老夫不得不为 丫头 有你一个人 便可以换取石妖 和齐来山百万人的性命 他们的命运 可都掌握在你的手里 你明白吗 是不是觉得 老夫开的条件不够啊 只要你答应老夫 牺牲自己 老夫便可以还你一个心愿 在你临死之前 老夫施法 让石妖爱上你 让你们 让你们幸福地在一起 拥有一段美好的时光 不用了 老先生 我是喜欢磐石 可是我知道磐石她喜欢呢 是杨岚姐不是我 就算你是法让磐石爱上我 那也是假的 我要的是一个真爱我的人 而不是一顿虚情假意的爱情 老夫我知道你渴望一段真感觉 本来看在以往的情分上 还愿意帮你一把 可如果 你不同意 也只能作罢了 老夫方才已经严明 现在能保全石妖的 只有这一个法子了 你还不愿意牺牲自己吗 也罢 老夫再让你考虑一夜 时间紧迫 不过你要早点想清楚 时辰一到 老夫 也只能用 玉石俱焚的法子了 那一天 再来 我 还是 我 也不愿意 你 是不是 那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化为瞬间的火焰